小朋友脸部朝上 双手握着绳索 一前一后利落的移动 这个倒向滑行 是闯关体验项目之一 小朋友们觉得很有趣 也感受到消防员的辛苦 觉得很开心 因为很好玩 消防员不能害怕高度 因为他们在救援的时候 害怕高度 可能就不会注意到 下面有什么 所以可能会摔下来 地震体验车剧烈摇晃 躲在桌子下的民众 双手紧紧放着桌角 还有浓烟体验 让小朋友见识到火灾的可怕 怕怕 怕怕 就是这里面 就是几乎都看不到任何视线 就是因为像那个连续剧里面 不是都还有一些很光线吗 可是实际上的浓烟 是完全看不到 所以你就是完全不知道 要往哪里走 你也不知道东西在哪里 所以就是真的体验过之后 觉得我火灾真的是很可怕 要注意这一方面的安全 最主要是要把消防的一些相关的知识 还有一个救灾的一个基本技能 来跟我们现场参与民众会的小朋友 还有大人来做一些宣导 让他们能够从生活中就知道 如何去避免灾害的一个发生 要让民众安全放心的玩可不容易 消防局携手竹北福伦社用心的规划 消防弟兄细心的帮小朋友绑上安全吊带 还要仔细的解说 那每个关卡我们都会做的一些安全设施 来保护这些市民朋友 当然也希望市民朋友能够借由这个活动 感受到我们跟那个福伦社跟消防局 推动这个寓教娱乐的功能 难得的体验 闯关后还能拿奖品 吸引民众大牌长龙共襄胜举 大小朋友玩得不亦乐乎 也学到正确的防火救灾观念 新唐人野哈电视 领秋霞 台湾新竹采访报道